韩国的医疗观光产业呢正在迅速发展 不仅是像整形美容科 像颈椎专科每天也是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客人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韩国釜山海运台的 颈椎专科嫖原序医院来进行取材 日常生活中一直被腰间盘突出困扰的俄罗斯患者 克里莫娃·利布盖尼 今天来到了以脊椎手术而为名的釜山脊椎专科医院 朴元序医院 最近经常听到医疗观光这个单词 韩国的医疗观光业也越来越普遍化 每年前来韩国的医疗观光游客可以达到12万名 其中来釜山的患者只占5%到10% 但是因为新崛起的眼科以及脊椎医院等 来釜山的医疗观光游客也正在逐年增加 特别是脊椎突出 腰肌狭窄症等 对现代人来说就像感冒一样经常发生 一名重症患者来韩国进行治疗 所产生的附加值 差不多相当于出口两辆中型车所带来的价值 这位患者防卫的脊椎专科医院 不断有嘻嘻嚷嚷的客人前来 这是脊椎专科医院 等诊断装备与手术纤维镜 激光治疗等内视镜手术装备 脊椎运动治疗室等脊椎手术 与非手术治疗所需的装备与设施 可以给整形外科疾病的患者提供全方位服务 提前预约过的克里莫娃女士拍摄过X-ray 以MI后 与脊椎专科医院的朴远医院长进行了商谈 以脊椎治疗而闻名的朴远长 以分厚的经验 对克里莫娃女士的状态进行了详细解说 一般政策的阶段性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 注射 选择性神经根切断术 神经整形术等非手术方法与手术方法 其中神经整形术是指在颈椎部位直接注入药物 消除痛症的手术 即使不志愿也可以进行 但美国已经有超过100万名患者做过该手术 朴院长说并不是任何疾病都无条件地要求您做手术 应该是首选项神经整形术这样的非手术方法进行治疗 考虑到俄罗斯患者克里莫瓦女士在第一阶段的药物治疗中所起的作用只能维持30分钟 也许应该对其进行手术治疗 不是因为整容以及皮肤而来 作为这样的重症患者来韩国接受治疗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韩国的脊椎专科医院 理由就像他所说 以俄罗斯患者开始为了开展韩国府上的医疗观光产业 医院里也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医院里面的费用力 现在来韩国进行症椎治疗的患者正在逐年增加 通过我们的了解 因为语言以及费用的问题 来韩国接受治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外国患者 可见韩国的医疗技术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与发展 NSP通信 宝陈玲